蜘蛛人 返校日 Spider-Man Homecoming是一部2017年上映的超级英雄电影 由漫威影业制作 是漫威电影宇宙的一部作品 这部电影的故事发生在美国队长3 英雄内战之后 故事围绕着小蜘蛛彼得帕克的高中生活 和作为蜘蛛人的冒险展开 电影由汤姆荷兰饰演彼得帕克蜘蛛人 这是他首次独自主演蜘蛛人电影 此外 罗伯特·唐尼饰演托尼·斯塔克钢铁人 作为导师指导小蜘蛛如何成为更好的超级英雄 而麦克尔基顿则饰演小蜘蛛的导师本·派克 电影也引入了一个新的反派 钻石大道 故事中 小蜘蛛试图证明自己有能力成为一名真正的超级英雄 他在与钻石大道的对抗中发现 成为一个英雄不仅仅是穿上装备 还需要勇气 智慧和责任感 在他的旅程中 他不仅学习到如何掌握自己的超能力 还学会了如何平衡高中生活和蜘蛛人的身份 这部电影得到了影评人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影评人称赞了汤姆·荷兰的表现 认为他带来了新鲜的能量和幽默感 此外 影片的视觉效果和动作场面也得到了赞扬 其中包括小蜘蛛在高楼大厦之间穿梭的场景 总的来说 这部电影为漫威电宇宇宙带来了新的风格和方向 他不仅向观众介绍了一个新的蜘蛛人 还通过小蜘蛛的成长之旅 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成为一名英雄需要更多的